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洋 歡迎你收看我的影片 今天影片的主題是 如何舒服的打三個古龍 那所謂舒服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根據配裝跟打法流派 然後可以輕輕鬆鬆的狩獵 大概就像是你可以躺在沙發上 一邊喝著你的快樂水 一邊還可以跟你的朋友打比賽 所謂的輕鬆血液的感覺 然後時間都可以在8分鐘左右 花完部位破壞打完一隻古龍 甚至霞龍還可以更快 配裝的部分你可能會說有啥好講 阿不就浴服刀 你知道我知道,獨眼龍也知道 但我待會講的都不用一虎刀 我就是叛逆 每隻古龍的打法我再來解釋為什麼 影片的最後我再來提一下一虎刀的配裝 直接第一隻先從最難的鋼龍開始 是的,我認為鋼龍比炎王龍還難打 看看他那風騷的走位 不時在那邊跟你大風吹 吹什麼吹長帥的人 哎呀呀呀 一個不小心就自動過去給他吹一下的人 果然我的身體還是很誠實的 鋼龍看筆記雖然說是弱雷 但是往第二頁看會看到爆破屬性是三星 太棒了,我們肯定要來爆炸一下 因為鋼龍的特性是這樣 會飛,吹風,易推倒 鋼龍沒有小失衡 只要對頭部造成傷害就會產生大失衡 所以我們就拿爆破屬性的武器來讀讀看 也就是爆玲龍這把囉 爆破的一瞬間讓他爆在頭部 為了鋼龍的特性我們配裝也特化一下 這套裝就是我們敲頭流的進化版 爆玲龍太刀的傷害不錯,有220 但這邊我們直接攻擊7,配上拔刀樹莉跟KO樹 會心什麼的就不需要了 所以精神抖手衣跟拔刀技1就好 各10%的會心 爆玲龍太刀是10%副會心剛好抵消 這樣有雙重寶藏你砍的時候不會是副會心 護石的部分可能比較特別一點 是KO2級配2個2級洞 這應該不難取得吧,畢竟不是很大眾的技能 珠子部分就是兩個拔打珠 3個攻擊珠,還有2個納刀珠 打法的部分一開場的時候記得先去箱口裡面拿毒苦 然後我們的鋼龍很大的機率會在7號和10號的地圖 所以我們先來到第一個營地 然後利用大翔蟲飛出去 飛出去之後往右邊稍微滾一下 去拿一個雷毛甲蟲 這待會後面會用到 假如看到鋼龍他往後稍微拉一下轉血的時候 稍微等一下就是個大聚盒的時機 飛起來有很大的機率會往五指衝 這邊滾一下毒號就好 往前的跳躍他頭會先抬起來一下 這也是大聚盒的時機 或者是滾開也行 然後我們就不斷的納刀追擊 出刀砍他的頭 如果是他噴大土石的時候 他身體會全部往上抬 不管他一樣滾起來就好了 然後他撤跳的時候他一定會接上小土石 納刀等待然後大聚會打頭 有沒有,馬上就失衡了 這時候就是你瘋狂無情輸出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納刀狂用二連斬 直接就把他倒暈 至於這個吼叫呢 反正我也找不到時機 不管他也行 當他身上出現黑風的時候很討厭 不只傷害減少 我們近身還會被吹倒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狐狐拿出來 直接一堆乖乖針打在他的身上 馬上他的黑風就消了 變得乖乖的 側身頭往旁邊甩的時候 就表示他要二連咬 這時候可以直接用狙盒 或者是間切直接解決 但間切的話 可能會受到他第二段的傷害 這邊要注意一下 側身飛跳躍就是小土石 趕快大G尻頭 趁著二連咬的機會 可以兜割打一下翅膀 這裡又打到失衡了 所以我們趕快無情的輸出 然後在頭部破壞的時候 他又會再失衡一次 就是我們無情輸出的機會了 這裡從尾部飛踢他 頭一轉就可以直接打 把他打倒了有沒有 繼續無情的輸出他 結果巨狼我們要把他弄睡著了 撿尾刀真的很厲害耶 我這邊就放個炸彈吧 反正不放白不放嘛 當他又開始出現黑風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雷貓槍拿出來 直接丟他然後打到KO 直接取消他的狀態 然後再看一下他的頭部 KO的狀態下頭會甩大約7下 所以這時候我們可以進行的輸出 然後等到他頭快要進去起身的時候 我們就趕快勾割 直接讓他再失衡一次 然後就可以再一次又無情的輸出 基本上呢 一場失衡次數下來可以4到5次 然後頭部破壞加一次 配上你的拔刀砍頭KO 可能1到2次 再加上我們雷毛角從KO他又一次 整場下來最少可以讓他倒地7次以上 這就是我們的居合拔刀流 二隻型敲敲你的頭 剛龍就愛跑愛飛 我們就想辦法讓他乖乖的 就算像我這樣子不務正業的獵人 一場下來平均8分鐘左右就可以解決了 下面一位我們先講炎王龍好了 水是弱點屬性 但是我看到冰也是弱點屬性 所以我想用動刃冰華來打他 配裝就是上次分享過的 至於你說用一虎刀行不行嗎 也不是不行 但我偏不 因為冰刀好看嘛 打得好看比較實在啦 冰刀的特點就是他的百龍強化 可以強化我們的翔蟲技 而櫻花七刃斬就是阻力輸出技能 其實兩把刀我都試過了 時間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我在打炎王龍的時候 那時候琉璃圓珠還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就直接用這套裝再打了 上次的影片我們也有介紹過了 首先攻擊器和屬性強化是必須填滿的 而重點還是一樣那個翔蟲能手 還有多裝的降跟利刃 這樣打到換圖 斬位都不會低於藍斬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套的交換技了啦 重點就是在第三個 我們要打櫻花七刃斬 藉了第二個交換技 一定要換成七刃大迴旋 因為反應時間比較短 否則無雙七刃的劍切 會被他反擊的不要不要的 因為這隻就真的像他圖畫的一樣 根本就是吉娃娃一樣瘋狂的亂搖 這流派就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櫻花七刃斬三之行 洞櫻花 打法的部分其實就是必須刷的花 但可譬如雲腦亂刷會死人的 原地吞勃是兩段傷害 也必須很好的傷害 然後吹聲衝刺 躲開就好 大居合有時候會聚到 掃集用間接來注意 但是別太快的打破破破破斬 因為他後面可能會接一個小條條 所以會有受傷可能 閃光彈是必備的道具 等他飛起來的時候給他閃一下 然後下來的時候 朝頭這個方向 打出我們的櫻花七刃 打個效果會好 盡量往頭的部分先刷櫻花七刃 因為累積失痕子的同時 打頭也可以來消化很容易 等他倒地的時候 建議是先刷四掌金門吧 因為我們目標是要全部位做壞 平常櫻花七刃呢 是比較打路到這檔部位的 粉塵狀態下的小咬 是有粉塵在你後面的 所以趕快間接大迴旋往前走 這種身旁的粉塵爆破 其實通常都是小迷的 抓好距離 然後使用櫻花七刃 就可以收到不錯的效果 大約是在頭部左方90度角的地方 打出櫻花七刃斬 是可以直接送手往下 但是要小心他後續的動作 當他起身準備要使用新招大褲朵的時候 千萬不要間接也不要去拘迷 就算成功還是會被打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往後續的動作 剩下倒地的時候就趕快知道 在一起生的時候 可以馬上往頭又可以刷一次櫻花七刃斬 基本上就是這樣了啦 我知道一定會有人說 搜割比較好吧 的確 搜割流我也試過 速度打得比櫻花七刃快多了 可是時間很不平均 可能7到甚至12分鐘都有 很吃當天的狀態耶 而且搜割流呢 我必須這樣打 因為炎王龍太多交流了 你必須聚精會神啊 但是櫻花七刃流呢 我是這樣打 喝著快樂水 躺著打 每一次平均就是個8分鐘的事情 而且我裝備都還沒升上2.0 只能說輕鬆愉快 舒服啊 所以我推薦大家多用櫻花七刃斬 像這種交流頻繁的魔物啊 就把握動作完 你在動作的原則就好 而且部位呢 也能全破壞 補充的太陽爆炸好了 我們派招侠 你在用什麼祥寵的 我們就是要中二的大G 技巧就是當他頭一排的時候 馬上按下按鈕再舉手 目前這樣用都還沒有失敗 而且還可以反打哦 秀一波給其他武器的朋友看 這樣就對了 最後是最簡單的一隻 霞龍 先看一下弱點屬性 只有頭部的肉質大於50 弱點屬性是火 在我們要破壞的頭部跟翅膀 火屬性看起來還是很不錯的 要斷尾的尾巴呢 肉質這不是很好 這可能會花一點時間 而且呢我們等一下會打蠻多的前腳部位 因為這隻的頭很高啊 前腳屬性肉質也還算不錯 計算過後的傷害 火屬性武器會比一虎刀傷害還好 配裝的部分 我推薦一套當前版本的屬性武器配裝 首先你的護石呢 一樣是納刀數一級 然後配上兩個二級洞 珠子的部分呢 你要準備三個痛擊珠 跟兩個超會心的珠子 除了超會心的珠子素材比較困難之外 因為畢竟要打一些古龍素材嘛 看破道6級有30%的會心 再加上洛特3有50%的會心 跟二級的精神抖手 再給20%的會心 就完成百爆的會心了 一級的洞呢就是差五個 屬性傷害株 然後只剩一個一級洞就隨意吧 此外由於蠻二龍腰甲 跟鑄鐵X護腿的關係 我們還會有一個攻擊式來強化攻擊 而且像火龍刀這把武器啊 它還有一個百龍強化的屬性弱點特效 所以呢 加上這個特性來對付落火魔物的時候 它的效率是比一虎刀還要來得好很多 這也是公式可以算出來的 這一樣我們最後再提 直接看一下交換機的部分 前兩個都是選擇第二個 其實哪一個都沒差啦 重點是飛踢的兜割 而這一次呢 我也有個超中二的名字 對俠龍專用 居合兜割流三之行 岩上一閃七連 嘿嘿 對啦 七連就是兜割那七下啦 打法的部分 俠龍就是很標準的 根據動作在動作就好 也不需要怎麼預判 至於你說眼神要怎麼看到動作 只能說眼力要好一點 多吃一點就第一個囉 當在腳下砍的時候啊 你看到不動 而且舌頭好像露出來了 就表示他要吐舌頭 這個間接處理一下就好 然後這次的重點就是 他隱身的時候就表示要出招了 隱身使用迴轉攻擊的時候 盡量靠近他的手部 腰部這個地方會有死角 這張手抬起來的時候 就是要準備掃子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時間差哦 這根本是送你一個七連 至於全身重壓呢 只要看到他動的一瞬間 再按下大聚合的按鈕 這招基本上也是送你的啦 而且這招結束後呢 會是個大空檔可以抖哥 這邊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當他隱身之後 就會準備持續掃第2連 基本上還是看得出來啦 所以稍微抓一下時間差 這又是送你的 然後這招結束後呢 會是個大空檔又可以抖哥 原地掃擊會有個延遲動作 但是看一下畫面上方 他的頭出賣了他的動作時機哦 領身後動作又要來了 大噴毒的時候呢 頭都會抬非常高 只要看他頭的動作 就到擺擊的時機了 這基本上也是很好解決啦 總之呢 霞龍就是個非常親切的動物 長得可愛之外呢 也很好攻略 大概就是6分鐘左右的事情 因為全部位破壞 大約還需要再加個1分鐘 因為翅膀跟尾巴的肉質 實在有點硬 不過因為可以很輕鬆打 所以還是找個機會 部位破壞一下會更好 最後來聊聊太刀的一虎刀 幾乎成為這個版本 最強太刀的存在 攻擊力230很高 帶附會心20% 但這武器啊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是 它前面的太刀延伸 你可以選擇從技強化 然後再往後延伸到現在的一虎刀 你說說這叫動刃精華情何以反 甚至呢 這把刀配裝配好 可以讓你的兜割 打出接近1500點的傷害 當然啦 我是說修煉場那是機關合同哦 所以配裝的部分呢 我會推薦像這樣子的套裝 這一套呢故事並不需要太好 它就只是一個納刀數1 然後配上兩個二級洞而已 相信應該大家都有這種護石了吧 你也不需要什麼洛特2護石了啦 現在的配裝呢 因為珠子選擇非常的自由 對於護石的要求呢 也減低了許多 只是比較麻煩的呢 你必須準備3個達人翼珠珠 跟3個洛特珠珠 如果武器攻擊力達到230以上的時候啊 在超會心3的狀況下 加會心會比加攻擊力來得有效益 至於算是Excel表 我會附在資訊欄 有興趣大家自己去算上看 不過其實你不用算 我算過啊 只要記住 當武器面板約230以上 在超會心3的狀況下 優先加會心就對了 因此這套裝呢 我們已經不需要加攻擊力了 應該說也加不動了 所以這邊就做一個取捨 那為了撐高會心的部分 所以弱點特效3是必備的 這邊還有一個惡景的精神抖操 在沒有力解放的狀態下 你已經有70%的會心了 加上力解放的話 就會有80%的會心 這時候再配上你的達人翼 我自己試驗了一下 大概本來只能砍10刀左右的白斬 會被延伸到大概有30刀左右 當然啦你必須打在弱點上 而所謂的弱點上呢 就是必須肉質50以上的部位 而這次的虎龍是有點硬啦 但打之前的魔物就沒有太多的問題 就像怨虎龍現在隨便打打 應該是平均5分鐘就可以解決的事情 看來我全怨虎龍武器收集 時間可以減省不少喔 怨虎龍的子欲真的很難掉耶 總之呢我是推薦這套裝啦 那假設你不是打點這麼準的朋友 或者是說要打櫻花氣刃斬 我建議是把達人翼就直接換成利刃 這也是另外一種選擇 那這樣子屬性武器還有沒有搞頭呢 我認為目前版本屬性武器 依然有兩把還是有不錯的傷害 特別是在面對弱點屬性的時候 還是可以超過一虎刀的傷害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對俠龍的火刀、廢龍刀 更新的武器延伸 傷害210火屬性帶的素質也不錯 還有雷狼龍太刀也是可以用的 至少傷害200屬性傷害也是不錯 在面對弱雷或是弱火等魔物的時候 再配上我剛剛提的配裝 還是會有出場空間的啦 那至於其他的屬性太刀呢 在一虎刀的淫威下幾乎已經沒有出場空間了啦 傷害算法其實可以在一個網站上面查詢 我把它一樣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點點安安 總之我們把一虎刀 或者是屬性類別的太刀 把它輸進去 並且選擇我們要打的目標 把你的技能也輸入進去 不過你不用算了 我幫你算好了 重點就是目前火雷這兩把 面對弱點的魔物呢 表現會比一虎刀好一點 所以目前的萬用配裝呢 就是這兩刀囉 還沒訂閱的朋友 記得訂閱一下耶 喝快樂水時間到了 下次換長輩的故事好了 我是阿洋 我們下次見掰掰